Example 4-day 3-day 7 第七个例子 四字三节第七个例子 evaluate the indefinitical s 乘以 arctangent x 刚才那一题是 arctangent x arctangent x 的不定积分 那现在前面再多一个函数 前面再多一个函数多相似 怎么做 我们刚才没有做这个东西 你把它看成 s 的 0 之方 arctangent x 这样子来处理的话 你就知道要令谁为 u 了 我们刚才是令这个为 u 所以同理也要令这个为 u 因为它 e 就是 x 的 0 之方 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它的 solution 我们要令 u 令 u 等于上 一定是 arctangent x 一定是 arctangent x dv 等于 x dx 所以这基本概念你要有 这基本概念你要有 x dx 然后 then 然后 then 然后 then 然后我们公司呢 先用到 du 把 du 找出来 du 会等于上 arctangent的导演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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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e 加 x 平方分之 -1 dx 要记得有个-1 那 v 呢 会等于上 那 c就不要加了 所以我们这个不定积分 x 乘以 arctangent x 的不定积分 或者 u 乘 v u 呢是 arctangent x v 呢是 arctangent x v 呢是 arctangent x 到这里 那么整理一下 等于 2分之1 s 平方 arctangent x 減減变加 2分之1提出来 e 加 s 平方分之 s 平方 dx 剩下后面这个不定积分怎么做 剩下后面这个不定积分 剩下后面这个不定积分 剩下后面这个不定积分怎么做 这理论上是要排在 排在四之五 这个有理函数的积分 但是呢 这个呢也是简单型 简单型 我们可以继续给它做下去 这个东西会等于 2分之1s 平方 arctangent x 再加上2分之1倍的 我们用这个来做 1加s 平方 我再加1再减1 这是不变的 再加1再减1是普遍的 s 平方 arctangent x 再加上2分之1倍的 这是1减掉 1加s 平方分之1 dx 把它拆成两项 这是利用 ab-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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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 这个一定要会 那最后给它积分积出来 1s 平方 arctangent x 再加上2分之1倍的 第一个积分的是x 第二个积分 剪掉这个 1加s 平方分之1的 不定积分是arctangent x 再加个c 它把2分之1提到最外面 2分之1提到最外面 是s 平方 arctangent x 再加上x 再剪掉 arctangent x arctangent x arctangent x 再加个c arctangent x 再加一个积分常数C 再加个积分常数C 那这里呢 这里呢 你可以用这方式来处理 这里呢 你可以用这方式来处理 这边呢 这边呢 你可以把它加上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1加s 平方分之-1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可以用 arctangent 可以用再加上arctangent来处理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用arctangent来处理 那我们习惯上arctangent比较熟 我们用arctangent的形式 用arctangent的形式 这答案都一样的 都没有关系 是差在常数而已 或是差在常数而已 这是个example for day 3 day 7 就跟第六个例子呢 一个没有多相似 一个有多相似 那没有多相似 把它看成多相似的0次方 多相似的0次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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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是多相似的1次方 这是多相似的1次方 一样解法呢 另多相似的是dV 多相似的x乘以ds是dV 那u呢 就是三角函数的 反三角函数 arctangent x 这结法呢 是大同小异 所以你自己要去 归纳 归类 整理 要给它整理 不然你每次都 海底捞针的话 会蛮痛苦的 蛮辛苦的 这是我们的example for day 3 day 7